小S和妈妈共同录制节目 在采访中 S妈夸女婿居俊叶非常S 脾气非常稳定 一见面就像一家人 小S爆料 居俊叶被她逼的 一天到晚说神经病 S妈补充表示 女婿很好玩 如果她想骂小S是神经病时 会先跟自己道歉说对不起 就是一见面就像一家人 然后虽然语言没有那么通 可是我们开了玩笑 她竟然都懂